首相纳迪在上个月到印度官房可以说是收获满满的 除了从印度带回了1500亿令吉的投资额之外 那麻印两国关系更是处在历史最高点 不过最近这可能因为一号人物让双方的外交关系面对考验 印度政府目前正以散播恐怖主义罪名通缉多次前来我国举办讲座 言论备受争议的印度籍的这个伊斯兰宗教司扎基尔 那这位扎基尔呢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还在吉隆坡获得了这个Pergassa 土权组织呢颁发土权国家英勇奖以表扬他为伊斯兰做出的贡献的 对印度方面的通缉令呢 记者当然今天就是第一时间把问题丢给了 也同时是内政部长的这个副首相阿末扎西来解答 今天副首相阿末扎西出席活动之后向记者证实 目前遭到印度政府通缉的印度籍伊斯兰宗教司扎基尔 早在五年前就拥有大马永久居毒权 不过阿末扎西强调这并不表示扎基尔是大马公民 阿末扎西表示五国是不能调查扎基尔的 但是在五国与印度的司法互助协议之下 五国将会全力配合印度政府的要求 最后阿末扎西还强调其实不只是我们国家 遭到印度政府通缉的扎基尔也有其他国家的居留权 所以扎基尔很有可能目前是身在别的国家 虽然宗教师扎基尔被印度通缉 副首相阿末扎西也强调会配合印度政府的要求 不过全国总经长卡丽今天出席活动之后就表示 大马警方是不会随随便便逮捕扎基尔的 卡丽就强调警方不会草率行事 那到时他们再看怎么办